我们来看上3.1跟3.2的练习 科学家米勒先生对于地球的生命的起源的实验 模拟实验可以说明什么呢 首先原始大气有甲烷 氢气 氨气 氧气和水蒸气 这个对吗 第一个问题 是没有氧气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它也没有证明 它只是假设这个对的 OK 它只是假设这个东西 就是原始大气是有这些气体 但是它的实验其实并没有证明到 这个原始大气有这些气体 它其实也并没有证明 OK 还有它用火花 放电来模拟闪电 这个对 这个是对的 然后过后它就发现到产生了氨气酸 这个也对 它的实验就足以证明生命的起源吗 其实并没有 它只是证明到氨气酸的形成 对 没有证明到这个氨气酸怎样变成生命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有点missing link 这样子的 1859年谁发表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 OK 物种起源呢 它提出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呢 证明生物是有简单大复杂 有水生大陆生 OK 然后什么是在地层中保留下来古代生物的遗体 遗物和遗迹 是这个演化最有利的证据呢 化石了 化石 化石证明了物种呢 是发展变化的 那始祖马 发展到现代 现代马呢 叙述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始祖马身体只有狐狸半大堆 始祖马前只有四只 四只 后只呢 是有三只 这个也对 始祖马呢 有坚硬的体 这个不对 这个是现代马 现代马只有一只脚指 体型变大了 这个也对 所以始祖马 坚硬的体应该是现代马 那化石证明了地球上呢 曾经有过很多生物 那漫长的地质 年代呢 就灭绝了 那哪一个是已经灭绝的生物呢 当然是恐龙了 麒麟跟青龙 是一个神话的动物 并没有证明到它的存在 青龙跟麒麟 目前我们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存在 化石证明了现代的生物 都是由古代的生物 也化而来 那现代的鸟类 和现代的爬行类 都是由古代的爬行类 也化而来 并没有讲一个古代鸟类 没有古代鸟类的 就是这个始祖鸟 就是介于鸟类跟爬行类之间 虽然我们认为说 古代这个鸟类跟爬行类呢 都是由这个古代的爬行类 也化而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词词词曲 李宗盛